好 各位同學我們開始上課啦好不好 現在已經晚15分鐘開始了好不好 來 那個有自己電腦的齁 等一下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你就打開這個人工智慧食物工作坊 這第一課這個講義啊 點下來就是講義了 然後左右鍵 左右鍵可以控制他上頁下頁 好不好 這樣可以喔 這樣知道怎麼用齁 等一下那個語法齁 通通都在上面可以直接複製貼上齁 我們只要 根據你的狀態我們只要改非常小的部分 像是這個檔案的路徑之類的 然後等一下我們做到一個部分的時候 我會讓大家練習一下 然後check一下大家的狀況好不好 有問題要忙問喔 不然那個 前面跟不上後面就沒有機會了 好不好 一樣啦就是如果說就是 假如說上了一個小時之後啊 你覺得實在不適合對不對 沒有點名啊對不對 所有人都加分喔 絕對沒有牽到這種事情喔 好不好 這個可以自由一點好不好 好我們繼續啦 我們今天齁主要要上四個部分啦 好不好 早上齁我們會做R語言的基礎介紹 我們今天教的語言是R語言 好不好 你們 不過你們應該 大部分人什麼語言都沒有學過啦 所以說這個基本上沒有差啊 教什麼語言都一樣 第二個齁 就是在今天下午剛開始上課的時候 我會教一下你們深度學習的基礎知識 這一堂課比較像數學啊 好不好 這個啊不過 門檻沒有很高 你們只要會微分就好了 不是微積分喔 是微分 好不好 而且還只要會操作 不用會證明 好不好 沒有人要你們證明什麼 連鎖率怎麼證明這樣子 好不好 沒有要幹這種事情 第三個是 我們要教你神經網路的介紹 我們就是教你基本的AI啦 好不好 這個基本AI的這個principle 然後並且啊 我們會帶你貼這個語法 然後帶你實際做這個練習 然後第四個 我們會超一個這個模型 然後我們會拿來做這個貓狗分類 啊我希望啊 就是我們上完課以後齁 你們基本上留到最後的人齁 可以自己帶走一個自己訓練的貓狗分類的模型 那個貓狗的資料集是我準備的啊 啊 你基本上你如果不想要用那個的話 你想要自己準備 你可能回家來自己準備啦 好不好 因為就是根據我們的這個 你們學會的語法啊 那個自由度比較有限 你可能黨名什麼都要改這樣子 好這樣知道嗎 好我們繼續 好第一步齁 大部分人應該阿遠都已經安裝完了 這邊有沒有阿遠還沒安裝的 欸有喔 好沒關係 那個 那個等一下 反正 你就先你如果用自己的電腦的話 開這網頁 就到CRN下載啊 不過你要下來3.5.3 這個版本阿 還是謝士博 你去幫忙看一下好不好 謝謝 謝謝阿謝士博 我知道你前面都會阿 你不需要 好我們繼續 那個 接著阿 在我們使用R的時候 你們打開這個RStudio 這沒有關係 這是一樣的好不好 你們看到會 會看到這個畫面 你們有看到這個畫面嗎 有喔 好不好 在這個畫面的左邊 這個Ctrl這裡 你可以下任何指令好不好 主要說1加1 好大家就會回答你2 這R是一個交談式的語法 這樣子喔 2加3 2的2乘5 10 你們看得到嗎 對了我跟你們提醒一下喔 就是等一下我在講話的時候 如果你們發現我螢幕都不會動 對不對 那很有可能是這個系統壞了 因為我們上課的時候常會遇到 好所以 如果你們發現我在講話 我明明就打2乘5 然後我 字沒有出來 你們提醒我一下喔 好不好 他好像要重開一下 好 那所以阿 在這個Ctrl這裡 你可以把R 當做一個基本的計算機 這個計算機有任何一切這個 就是計算機該有的原則 就要說跨虎優先 好不好 1 2 1 2 3 這樣就是9 好可以齁 然後幾次方怎麼打呢 就2的6次方 好這樣就是64 這樣可以齁 有沒有問題的 應該這邊為止 不可能有人會有問題啦 好不好 有問題當然不敢舉手 不過不要害怕喔 如果真的有問題還是要舉手 好接下來 這個 我們要去這個 我們要介紹一個阿元裡面 最重要的元素 叫函數 好剛剛我們在打 1加1 2加這個 123加489的時候 這個 沒有什麼特別的齁 跟我們在按電子計算機一樣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要開始定義阿元裡面 第一個就是比較特別的東西 叫函數 這個函數的結構 這樣子 首先一串英文 有時候是英文加數字 但一定是英文開頭 英文之後會有小括號 這小括號裡面 是輸入你想要的參數 那我們只是說這個英文是什麼意思 我們還不知道好不好 好首先我現在告訴你 我們現在介紹第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只是否練習而已啦 第一個函數叫EXP EXP是這個自然指數 好不好 自然指數是什麼知道嗎 就是ABC6E 就是自然數的幾次方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打EXP1 出來是什麼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現在幹了什麼事情 我剛剛不想按到 把螢幕房給你們對不對 好啦 EXP1 這是什麼 這出來應該是什麼 我們現在學一個程式語言的時候 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 我現在打指令 按Enter之前 我希望對他做一些預測 你要有一些預示能力 這樣知道嗎 如果你有預示能力的話 未來你要 比如的就是五六行的語法 甚至十幾行的語法的時候 你就有辦法 在你寫之前 你就把它想像出來 那你這樣才寫得出來 這樣知道嗎 好EXP1 大家知道 出來的數字是什麼嗎 有沒有人要 有沒有人要講的 2.7182 來2.7182是不是 好來 欸答對了來 等一下上來簽個名好不好 等一下那個 簽名的啊 這個會額外加分 好不好 在這裡簽才有用喔 好不好 前兩指沒有 前兩指就是所有人都會加 好不好 這裡我會再拍起來 給那個主代老師 好不好 上課回答正確問題的 欸一開始都比較簡單喔 欸一開始都比較簡單喔 那個 等一下後面我們就會問你微分喔 在下午的時候喔 好 所以你們要好好把握機會喔 你要不要先上去簽個名啊 免得忘記 好 接下來 所以 EXPE是2.718 為什麼 因為它是ABCDE 1的一次方 這樣可以嗎 所以1的二次方 就是7.3 這樣可以吧 這個 這個函數可以理解嗎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函數喔 就是裡面輸入就是 1的X四方 那個X是多少 這個答案就是多少 這樣可以喔 好 SQRT 這個 這個就很簡單啦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開根號嘛 對不對 開根號除了用SQRT函數 還有沒有人可以想到其他方法 好 根據我們剛剛上課的內容 有沒有人要回答一下的 2分之1次方 來這樣寫個名字好不好 來 10的 2分之1次方 2分之1次方 這樣可以嗎 就是我們在學這個 程式語言的時候 不要忘記最簡單的東西喔 你不要老師這個 遇到問題的時候 就是想說 欸有沒有什麼函數可以幫我 其實你仔細想想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 好像這個 欸以前學到的這些數學通都有用喔 好不好 開根號不見得一定要用 函數來做 也可以用2分之1次方 這樣可以齁 好 第三個 這個LOG3 LOG3啊 這個LOG是 自然對數的意思 好不好 這個自然對數 這個 自然對數 然後取 以這個APC的E為底 這樣可以嗎 欸 我們這邊問一個問題好不好 這個問題跟程式沒有關係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電腦啊 都要 就是如果 就是我們高中在學的時候 那個LOG都是以實為底吧 對不對 啊為什麼電腦都是以自然數為底啊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欸 來 請回答 喔 錯誤答案 還有沒有下一個 欸不要害羞 不要害羞好不好 欸我覺得我決定了 那個 那個 那個錯的齁 我們牽在左邊好不好 不是 等一下 這樣有些羞辱的感覺是不是 我本來想說就是錯的 答錯的應該也是要給他一些鼓勵啦 這樣子 這樣會不會有羞辱的感覺 真的不會嗎 答錯的同學 你會不會覺得有被羞辱的感覺 對右邊的那些同學的成功是建議的 好 那你上來簽名好不好 你簽在 左邊的那個 那個板子上好不好 來 還有沒有下一個答案 不是喔 不是二進位的原因 為什麼是用自然 這個 為什麼是用 自然數為底 不然我們換一個講法好了 就是 在我們上高中的時候 應該都是以實為底 可是但你上了大學以後 這跟電腦無關 上了大學以後 你發現所有東西 幾乎都是以自然數為底 到底是為什麼 蛤 好用在哪裡啊 你講這種話 你講這種話 我們怎麼接 當然是比較好用啊 欸 來來來 牽在右邊 來 他剛剛回答什麼 微分的時候好用 他說微積分啊 為什麼微分的時候好用 因為微完他自己 你如果不做自然 你如果做對數 微分的時候 如果不是以自然數為底的 通通都要先換底換成 以自然數為底 這樣知道嗎 因為自然數為底 來你要不要把 微分自然數為底的公式寫出來 好幫你寫啦 好不好 來 來 如果你要對 LOG 這個是以1為底喔 X 你要對他為分 他等於什麼勒 他等於x分之1 好 所以說啊 以1為底這麼的重要 這樣知道了吧 你以10為底 你要先換底 換成以1為底 這樣才好球 你還用連鎖率 很麻煩啊 這樣懂的意思嗎 欸 這個 這個是小 小知識啦 好不好 不是有左邊的同學 怎麼沒有簽名 欸 你不簽名嗎 不要害羞啦 好不好 你等一下再找個 適當的時機 是不是 找個適當的時機 低調簽上的名字 好好好 我們繼續 好 那所以說 這個 函數的input 那我們現在知道這個LOG 是以1為底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要換底數怎麼辦 這 你看 我們的函數啊 這個小括號裡面 它其實可以插入不只一個數字 好 它可以下額外的參數 我們不要叫它數字好 我們叫它參數 這樣知道嗎 如果我們一起LOG3 BASE等於3 這是什麼 我要取以3為底的LOG 然後取3 這樣知道嗎 那答案就是1嘛 對不對 這可以預測的 好 那這個9呢 這邊改9的話答案多少 是不是就2 好這個太簡單了啦 我不會用這種題目 讓你們加分的好不好 你們應該感覺到 題目我漸進式的變難吧 對不對 應該感覺吧 好不好 題目時候越來越難的喔 好不好 來繼續 好 所以說 另外一點是 這個BASE如果不打可不可以 答案是可以的 LOG8 2 但是你按照順序喔 你LOG2 8 它就以為是 你是以8為底 然後你要對2做這個LOG 它就會告訴你3分之1 這樣可以齁 好 我們繼續囉 到這邊為止應該都蠻簡單了吧 對不對 好我們繼續 那我們現在 這個程式語言 我們學到這邊 它跟計算機沒有什麼不一樣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程式語言 跟計算機 現在還沒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現在啊 計算機還有一個功能 計算機就是可以把我們運算到一半的東西儲存下來 對不對 有個記憶鍵嘛 對不對 這邊有沒有人那個 沒有用過電子計算機的 真的都有用過 大家都這麼有edge喔 你們真的都有用過計算機喔 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用計算機了耶 考試不能用 好沒關係 所以你們有用計算機 你們一定知道如果你們算到一個地方 你們想要把它存下來 有個M鍵對不對 好它的功能是什麼 把這個 你剛剛算出來的數字存到一個物件裡面 好我們在R裡面要怎麼做這件事呢 來我們看這一行 這一行啊 來現在注意我們要介紹第一個很特殊的符號等於喔 好不好 等於這個符號是什麼 等於這個符號是說 我們把右邊的運算結果 把它丟到左邊這個物件 注意喔 我們現在有X這個物件嗎 現在X是多少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對不對 你現在不知道X是多少 對不對 我們打這行之後 注意一下喔 我現在右邊是沒有東西的 右上方什麼東西都沒有對不對 是空的 這樣可以嗎 我現在打了X等於2乘以3 這這行指令在告訴我們什麼事 我們要告訴這個程式員 告訴他說我現在希望把右邊的運算結果是12 對不對 12把它傳給左邊那個物件 那個左邊那個物件叫X 現在目前我還沒有定義X是什麼 所以在這裡是空的 我按下Enter之後 是不是產生X了 這樣可以齁 這個X是一個物件 好這是我們在做程式語言的時候 一個非常 就是非常基礎的東西喔 叫物件 你現在如果問RX是多少 他就會告訴你是12 這樣可以嗎 這個是基礎中的基礎喔 這是我們第一個 一定要熟悉的部分 我們可以 程式語言可以把東西存到一個物件裡面 這個物件當然 現在我們只能存數字 等一下我們當然不限於數字這個格式 基本上 他還是以數字跟文字構成的 只是他的格式會長得比較特別 這樣子 好我們繼續 Printer這個函數 Printer這個 你以後看到這個 這個有中英文 然後又有一個小括號 這個就是函數 好不好 我們就不再提醒了喔 你看到這個就叫函數 函數裡面放東西就代表 那是他的參數 Printer這個函數就是把 物件裡面的東西把它印出來 好不好這樣子 好當然 比較特別的是 Printer這個函數 如果你不打直接按X 他默認你就是要把它印出來 這樣知道嗎 這樣可以齁 好 那物件 好用在哪裡 物件好用在跟你的計算機一樣 我把東西存成物件之後 我可以based on物件繼續運算 X現在是12嘛 對不對 我們可以直接 X除以4 那我們就會得到3這個答案了 這樣知道嗎 我們還可以做這件事情 X除以4 我們把它等於Y 注意喔 在要打 按Enter之前 左邊是沒有 右邊是沒有Y的喔 好不好 好我按下Enter之後 Y是不是就出來了 這樣可以嗎 Y是多少 Y就是3 這看得到嘛 對不對 你現在問他Y等於多少 Y等於3 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 這樣可以理解物件嗎 這個 這個 我們 我們這個課好像 還沒過沒多久 就已經上了五分之一了 有沒有覺得好像很簡單 好千萬不要被眼前的錯覺 給蒙蔽了啦 好不好 好我們繼續 好 那我們接下來 這個物件 一次只能做一個 對我一次只能存一個東西 這樣子 好像 我還是體現不出來 這個 就是程式員 電腦 跟 你們手按計算機的差異嘛 對不對 現在好像沒比較高級啊 我們現在開始要比較高級了 就是這個物件啊 裡面一次啊 其實可以有很多個東西 不只是一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行指令 這行指令 是不是又看到一個小花號 小花前面有個C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函數 對不對 不要覺得它只有一個字 就不是函數 它還是函數 這個函數的功能 這個函數的功能 這個函數的功能是什麼咧 來我們現在 X是12對不對 Y是3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有看到齁 這個函數的功能是C 然後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這個小花號裡面 不同的參數用豆點來隔開 對不對 不同的參數用豆點來隔開 那C這個函數是什麼咧 C這個函數是 把我 所有的參數把它合成同一個物件 好了 這個聽起來有點懸了 來 1豆點2豆點3豆點4豆點5 總共裡面是不是有五個參數 我把這五個參數合成一個物件 這就是C這個函數的功能 這樣可以嗎 可以了解齁 玩Enter之後 你有沒有注意到右邊X X是什麼 12345 你現在打X 他就告訴你X是12345 X現在裡面有五個東西 12345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理解C這個函數的用法了嗎 我一次可以存很多東西喔 這樣可以喔 來來來請進 請進 阿怎麼了 喔已經有人幫你佔位置了對不對 為什麼要 為什麼他要寫名字 怎麼了 什麼 喔喔 好沒有一杯 不知道 雖然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好我們繼續 好那這個X物件 他一直可以存很多東西啊 那我們他跟 他比較厲害的地方是 我們可以一起做運算 就是說我們想要一起 1到5的三次方 我們這樣打就可以囉 X的三次方 這個符號三次方 這樣可以吧 好那Enter以後 1 8 2 7 6 4 1 2 5 我 我不用問我吧 這個還不是特別高級吧 對不對 好 那個 所以說 欸這個 我們把這個東西 一個物件裡面有多個元素 這多個元素可以一起做運算 這是我們程式員第一個 比 計算機厲害的地方 好計算機你要做到這件事就比較困難了 那可能要蠻高級的 至少我還沒有按過 好不好 你們有按過一次可以 塗存很多個 然後可以一起運算計算機嗎 欸可能有啦 只是我就是還沒有用過這樣子 好不好 大部分都只能存一個數 或是可以存很多個數啊 但你那幾個數 絕對不可能一起運算啊 好 那比較特別的是 來X等於 12345 Y等於67980 這樣子 來看一下X還是這個嘛 啊 Y本來是3嘛對不對 我按下Enter之後 Y是不是變成67980 我可以 X-Y 就是一對一的 每一個元素 互相做 減法 按元素相減 這樣知道嗎 所以 -5-6-4-5 這樣可以吧 可以預示到我這行指令的結果嗎 好到目前為止應該都很簡單喔 好不好 來X加Y咧 79 12 12 15 這樣可以吧 這個都是 這個都不會太難吧 好不好 到目前為止應該都覺得輕鬆愉快吧 對不對 好 那所以按元素相減 按元素相乘 按元素相加 這些都可以做到的 這樣可以齁 好 我們來繼續 那我們 介紹了基本的R之後 我們就要來介紹一下 R裡面的基本物件 好 這邊我們要上得非常非常快喔 好不好 這個 我們 我們現在做一個非常大致的介紹 就R裡面有幾種物件 好 就只有這幾種喔 沒有其他的囉 好不好 第一個叫變數層的物件 這個變數層的物件啊 意思是什麼 就是像我們剛剛那個X 就是一個變數層的物件 它是一維的 什麼叫一維的咧 就是它沒有 它沒有 就是 矩陣就是二維 這樣知道嗎 這樣知道什麼叫一維了嗎 就是我們數學上之前學那個 以前高中學到的 向量 就是一維的 好不好 那一維的裡面 一維的東西裡面 可以放哪些東西呢 來 第一個叫邏輯向量 注意喔 向量就是描述一維的一個 呃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啦 就是一堆元素啦 然後它是一維的 好不好 這就叫向量 可以嗎 這就是數學的那個向量 阿 你要我精確解釋 這是我現在想不到橫河色的TEN阿 好不好 向量就是長的負責性 我也不太會解釋 第一個叫邏輯向量 邏輯向量 就是整個向量裡面阿 都是True跟False 目前都還沒放到True跟False 對不對 好不好 整個向量都是True跟False 這就是邏輯向量 第二個是整數向量 整個物件裡面都是整數 整數是什麼 定義就不用我講了吧 對不對 好 就是整數向量 第三個是因子向量 因子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等一下我們應該會教吧 好不好 其實好像 如果是這堂課的內容阿 不教也無所謂啦 好不好 因子是什麼 我跟你們講 你們在大一都有學過生物統計吧 對不對 有沒有人沒有的 有沒有那個 現在是 喔現在 大一的通通都在日語訊阿 應該不在這裡對不對 好所以說 在這裡的就算是 大二偷偷來的 應該也上過生物統計吧 對不對 你們是大一下上的嘛 是不是 好 上過生物統計 是不是學過一個東西叫 類別變相 有嗎 還是上課的時候 老師也很自由 就都沒有學到 好沒關係 有個叫類別變相喔 類別變相 是不是就是 舉例來說 男生跟女生就是個類別變相 描述 描述這個物件屬性的 對不對 這個因子向量阿 就是有點類別變相的感覺 這樣知道嗎 總共有N個類別 然後分別去描述說 第一個是哪一個類別 第二個是哪個類別 這就是因子向量 這樣可以嗎 好第四個 數值向量 Num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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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所有的時數 有沒有虛數 有啦 不過比較特別啦 就是他很少用好不好 我們就跳過 阿裡面是有虛數的喔 你可以做虛數運算喔 好不好 但是我們基本上 呃 我現在好像還沒想到什麼時候 我要在程式語言上面打虛數 阿 我有想到啦 我有想到 不過 這個 就是 我只有那個用法而已啦 好不好 就是 就是那個四循環 就是我想要做四循環的時候 我會用虛數 阿 知道為什麼阿 因為 I的一次方 I的二次方 I的三次方 I的四次方 到I的五次方 他就跟一次方一樣啦 這樣知道嗎 不會太難吧 知道我在說什麼齁 我只有四循環的時候 會用到虛數 其他時候我幾乎用不到虛數 這樣子 好 那最後一個是文字向量 文字就是 裡面就是放一堆文字嘛 好不好 那這個 這個 變數層的東西就是一圍的 這樣子吧 一圍的東西 好 接下來 第二個 叫陣列層的物件 陣列層的物件 有矩陣資料表跟陣列 好 資料表 資料表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就你們學統計的時候 你們讀一個 Raw Data進來嘛 那個東西叫資料表 好不好 資料表允許每一個 Karen 知道Karen是什麼嗎 Karen那個 中文我不知道是什麼 藍 藍 可是你講藍文 沒什麼感覺 就是這個方向的 好不好 Karen就是這個方向 因為我覺得那個 什麼行列啊 搞不太清楚哪一個是行 哪一個是列 好不好 那個Karen就是 這樣子一個一個的 好不好 這樣一個一個的 那個Karen啊 他可以是不同的屬性 比如說一個Data Table裡面 他第一個Karen 可以是整數向量 第二個Karen 可以是音子向量 第三個Karen可以是文字向量 完全沒有問題 這是Data Frame的特色 這是資料表的特色 他是二維的 二維的 二維的 二維有什麼條件 二維有什麼必要條件 他每個Karen要等長 這樣可以嗎 你二維就要滿足這個條件了 每個Karen要等長 每個Raw也要等長 這樣知道了吧 好 矩陣 矩陣裡面所有的元素 都只能夠是一個元素 所以他可以是Numeric Matrix 也可以是這個文字矩陣 這樣知道嗎 好 但是他裡面所有的東西都要一樣喔 好不好 那矩陣就是二維的 同樣每個Raw要等長 每個Karen要等長 你才滿足二維的條件 這樣知道嗎 好 接下來 有沒有三維的 有 三維以上我們叫陣列 三維 四維 五維 一直到N維 我們都叫陣列 陣列就叫Array 好不好 三維一樣要滿足那個 就是他要以這個正方形啊 正方體這樣的結構 繼續往上擴展 這樣知道了嗎 所有任何一個長寬 都是要全部等長的 這樣知道嗎 有沒有人知道那個Raw、Karen 下一個那個第三維那叫什麼啊 沒有人知道 我也不知道耶 我本來想說有沒有人可以教我一下 對不對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我是真的不知道第三維要叫什麼名字了 好 這個 所以說這個 這個 陣列 就是知道了嗎 就是 變數就是一維的 一維就是任意長度嘛 陣列就是二維以上 二維到N維 但是啊 二維到N維 跟一維有一個自由度上的不同 一維你要任意長度都可以嘛 對不對 二維以上的 你就被迫 你只要定義好長寬了 就要說二維你要定義好長寬 你所有的Raw、所有的Karen都要等長等寬 這樣知道吧 二維以上就是有這個限制 這樣知道啊 你不可以再次任意長度了 好可以嗎 好最後 那如果我今天有一個 有一個長度為5的向量 跟一個長度為7的向量 我想要合併 我有沒有辦法合併 並且我不想要把它疊成一個長度為12的向量 你懂的意思嗎 因為我覺得這兩個東西就不一樣 一個是文字 一個是 一個是文字 一個是數值 我把它合在一起 那它是文字還是數值 它是文字 好不好 因為文字比較高級 文字可以當 數字可以當文字 文字不能當數字啊 對不對 不然你們現在翻譯我愛你 要翻譯成什麼數字 你們會不會講520 你們果然是講這個 對不對 不能只有你看得懂啊 對不對 外國人看到520才有感覺嗎 對不對 它有辦法翻譯成I love you嗎 對不對 不行嘛 好 所以說我們還有另外一種物件 叫列表 列表這個東西就很自由了 列表裡面我們可以定義 列表裡面第一項是什麼 第二項是什麼 第三項是什麼 這樣知道了嗎 列表裡面第一項可以任意東西 可以是一個變速成的項量 也可以是一個正列 也可以是另外一個列表 所以有列表這個東西以後 就這個無限自由了 這樣知道吧 列表裡面可以是列表 列表裡面又可以是任何東西 那這樣子列表 列表就是 就沒有什麼東西是列表描述不了的 這樣知道吧 這樣可以齁 後面還有兩個很特別的東西 S3物件 S4物件 我們今天就跳過了好不好 它比較複雜 而且我們用不到 就是 好接下來 我們在這個 我們剛剛定義了一大堆東西齁 你記不起來齁 完全沒有關係 剛剛第八頁嘛 對不對 等一下忘記了就往前面翻一下 我們那個上這個 我們在寫程式語言的時候齁 基本上是不需要背誦的啦 好不好 我們基本上只需要知道 我現在有個想法我想要做 我只要知道在哪裡可以抄 這樣就可以了 程式語言齁 絕對沒有跟你們講說要考試的時候 說 等一下大家不准那個看書 對不對 不只是給你們看書 如果程式語言真的要考試 絕對不只給你們看書 還給你們上網Google 你Google到算厲害 這樣知道嗎 程式語言跟 程式語言的考試跟其他考試會差非常多 不過我先跟大家講 我們不考試啦 好不好 我們沒有那麼邪惡 好不好 那個 喔對 就是要跟大家推廣一下 就是如果你們上完這個課啊 就是一整天的課啊 你們對程式語言有興趣 對人工智慧有興趣 這歡迎上我那個 我們那個上學期 那個禮拜五 早上三四節 有開這個專門大學部 程式語言從基礎交起的課 呃 怎麼了幹嘛舉手 這首五個把 女模為什麼不能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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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到區段 卡到區段為什麼不能修 這個表不能修 課版沒辦法點 那你們那段時間能來嗎 不是啊 你們那段時間實際上有課嗎 那個區段不是都亂排的嗎 不會有學分喔 這件事我會想辦法解決啦 開一個禮拜日的課讓你們可以點就好啦 這還不簡單 對不對 你不覺得這很簡單嗎 對不對 這件事不會很難啦 我了解你們有這個問題了 可是我很擔心我會忘記耶 今天下課的時候提醒我一下 我去教務處要喬一下事情 來 我們現在繼續喔 我現在跟你們講 我剛剛是講到哪裡 為什麼我要推廣一下 其實就算你不想上課也可以啦 我們都會錄影好不好 像我們今天就是有錄影 我們繼續 那我們剛剛定義了一大堆東西 我想到為什麼我剛剛要講說 我要講我的課 就是我們的課絕對不會考試 陳世元考什麼屁事 你寫得出來就寫得出來 你帶回家做都沒有關係 你帶回家做一樣寫得出來 那就是厲害啊 對不對 為什麼一定要在有限的時間 啊不 有限的時間很重要 為什麼一定要在某一個 就是大家不是很舒服的環境 對不對 我就喜歡一邊 一邊吃羊一邊一邊聽樂 寫程式這樣不行喔 對不對 當然是可以啊 好不好 來 我們繼續 那我們現在剛剛定義了一大堆東西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來有一個X X就是12345 這個我們都知道了 剛剛用過了對不對 然後現在我們介紹一個新的函數叫Lens Lens這個函數啊 問這個X有多長 這個X有多長意思是什麼呢 裡面有幾個元素 這樣知道嗎 向量的長度 是不是就是 它的它只有一圍嘛 它的長度就是它裡面有幾個 元素嘛 這樣可以吧 所以Lens 答案是多少 它應該回答你5對不對 你可以預示吧 可以預示到這個答案喔 好不好 好 我們繼續 來 X等於1到24 來 這個符號很特別吧 1 冒號24 這是什麼意思 從1間隔1到24 所以總共有24個數字 我們現在看到X之後 你問他Lens X 長度就24 你把Xprint出來 就是從1到24 所以你現在知道冒號這個符號怎麼用了嗎 冒號這個符號就是 N到M 然後中間隔1 這樣可以吧 冒號這個符號就是這樣用喔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會用了嗎 不要 不要覺得這個 我們就是在花俏而已喔 我跟你們講 就是我們交的所有 我們上課內容的所有東西 後面一定都用到 然後我們後面所有東西 絕對不會超出 上課內容 這樣知道嗎 我們 我們這個是有設計過的 好不好 來 接下來 這個 Array 然後我們把它變Array 那這個 24 長度為24的Array 可以變幾圍勒 3乘2乘4 總共是24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把它Array 然後 裡面輸入X這個參數 代表什麼 我要填入X這個項量 這樣知道吧 Array是一個函數喔 看到了嗎 又有英文加小括號的組合喔 所以Array是一個函數 我們填入X這個 東西 我們要填入 Dimension是什麼呢 Dimension等於 3乘2乘4 這個3乘2乘4 我需要用C這個函數把它整合起來 這樣知道了吧 這個是Array 我要變成Array的這個做法 我們令它這個新的Array 叫A 大A這樣可以吧 按Enter之後 有沒有看到右邊出現的大A 我現在大A之後 你看到 是不是 這是第一個 這個第三個維度 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第一個這個第三個維度 它就是 一個 3乘2的 Table 3乘2的 這個 Matrix 就叫Matrix 好不好 3乘2的Matrix 1 2 3 4 5 6 第二個 就是 7 8 9 10 11 12 這樣可以吧 全部都是3乘2 這樣看到Array 長什麼樣子了吧 好 應該也不是太難想像啦 好不好 就是三維的吧 好 這個 接下來 Dim這個函數 可以問Array 這是一個專門ForArray的函數 可以問Array是幾維的 它就會回答你3乘2乘4 這樣可以吧 好 會不會太難 應該還好啦 到目前為止都是背送階段啊 我們都還沒有給練習題啊 好不好 來 最後 Lens A Lens A A是不是一個 A是不是一個正列 你們覺得我問Lens A 它會是回答我什麼 Lens這個函數是在幹嘛的 問長度嘛 不是問幾維啊 幾維是Dim Dimension啊 Lens 是問長度對不對 那這個 這個 陣列有長度嗎 好像不知道啊 可是我們打Enter看看 它會到24 原來它把所有 原來啊 如果你用Lens的話 它就會把所有東西都先壓成向量 再計算長度 這樣知道了嗎 所以它長度24 這樣知道 這個不是很重要啊 這個 這個沒有延展性 不會怎麼樣 好我們接著 我們如果 X跟A顯然 它不能合併嘛 一個是 向量 長度為5的向量 一個是3乘2乘4 啊怎麼樣 我都看不出來它怎麼合併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List把它合併 好不好 List這個函數 把X跟Y合併起來 變L 注意喔 右邊本來沒有L喔 我們現在打了之後 右邊是不是出現L了 L 我們來打L 你看到的是什麼 喔它裡面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 X向量 第二個是 一個陣列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齁 這就是List 這樣可以齁 好我們繼續 好到目前為止啊 我們現在齁 你可能會遇到一個 馬上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把東西存下來了 可是我要怎麼把它叫出來 你懂的意思嗎 我 我現在把 我平常說 我要怎麼把東西叫出來 我們需要用到一個 要索引函數的東西 就是說 現在X 現在X是不是一個長度為24的向量 我想要叫出第三個數怎麼叫咧 來看一下X 中括號 小括號是函數的用法 中括號是索引函數 這樣知道了嗎 這個 人家在設計程式園的時候 都是很有邏輯的喔 小括號中括號大括號 絕對不會混用 好不好 中括號就是 索引函數 我現在打3 他就會告訴我第三個元素是什麼 這樣可以嗎 我現在用 一次問他C 35 我問他第三個跟第五個元素各是什麼 他就會回答我35 這樣知道嗎 我現在告訴他Y等於 35 這樣Y是不是3跟5 我問他X 用Y當索引 這樣就是用Y當索引 Y是不是35 所以我就問他說第三個跟第五個數 X裡面的第三個跟第五個數是什麼 回答了35 這樣可以齁 會不會太難 應該還好吧 對不對 索引函數喔 我們現在開始 要進入程式語言的階段喔 開始會有點難喔 好不好 索引函數開始了 我們練習題已經快到了跟大家預告啊 索引函數喔 就是在運用索引函數喔 好不好 看一下索引函數 來 繼續 那陣列要怎麼索引 正規列不是有三圍嗎 所以我們在 這個 中畫號裡面 我們要用豆點來把它分開 假如說A這個東西 他現在講這樣嘛 我們用A3 1 2 這樣是什麼 第三個Raw 第一個Colon 然後第二個 第三個元素 所以他應該是2 我們先看這個第三個是2 第三個是2嘛 對不對 然後第三個Raw 第一個Colon 所以他會回到9 這樣可以嗎 我要Enter他會回到9 怎麼沒有出來 Enter9 這樣可以吧 會不會太難 應該不會吧 好不好 比較特別的這樣子啦 來 如果我們少打一個人 主要說3 我們這樣出來會出來什麼 我們沒有指定 Colon 也沒有指定第三個維度 我們先看他出來是什麼 他出來是36 92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只有指定第三個Colon 對不對 來 所以是36 92 15 18 21 24 所以我們不指定的時候 就是全藥 這樣我們不指定的時候 就是全藥 這樣知道嗎 所以我們打 一般我們打向量的時候 我們什麼都不指定 我們打X的時候 他就知道 我們是要全藥 這樣知道了吧 可以嗎 可以理解齁 可以理解齁 好我們繼續 那列表要怎麼把 列表的鎖雲方式 跟別人很不一樣啊 列表鎖雲還是要用兩個中化號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中化號是叫向量 對不對 中化號裡面有痘點 這叫叫正列 那列表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符號 就是用雙中化號 列表現在列表L 他現在裡面總共有兩個物件 第一個是一個向量 第二個是一個正列 對吧 所以我們用雙中化號1 我們就可以把第一個物件叫出來 雙中化號2 我們可以把那個正列叫出來 雙中化號1 是不是一個向量 我們可不可以連續使用所影函數 就來說2 他就會回到2 這樣可以了齁 這樣知道所影函數怎麼用了齁 有沒有問題 好你們現在一定覺得都沒有問題啊 好我們繼續 這個 所影函數有什麼妙用呢 我們把東西叫出來 我們還可以指定說 我們有一個東西想要把它覆蓋掉 這樣知道了吧 好我們來現在看 現在Y啊 是67980 總共5個東西對不對 Y現在總共就是67980 我們現在指定啊 Y裡面 這樣子用法是什麼意思 來看一下 所影函數 Y第七個Y對不對 第七個Y現在有東西嗎 Y不是一個長度為5的數值向量嗎 對不對 我們現在指定第七個Y是3乘以5 那這樣子我們按了Enter之後 我們來看看Y有什麼變化 哦 他第六個 第六個是NA 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不知道第六個是什麼啊 你告訴我的前五個是什麼 然後我又告訴你第七個是什麼 他真的不知道第六個是什麼 這樣知道吧 可是第七個是什麼 他是不是把它填進去了 所以說 所以說 所影函數可以拿來幹嘛 可以拿來填數字 這樣懂的意思嗎 我利用所影 我可以把它拿來填數字喔 這樣懂的意思嗎 那我 可不可以強行覆蓋 欸可以喔 來我們把 強行覆蓋 我們強迫它 把第三個數字換成-1 我們現在再看字Y 有沒有看到第三個數字被我換成-1了 你現在可能還覺得沒什麼用喔 快要有用了 好不好 快要有用了喔 來 這個 Y等 那我們現在打這兩行 我們大家預示一下 Y最後會變什麼 第三個數是第一個數加第二個數 所以它是 六七十三 這樣可以吧 然後第六個數是 四乘五嘛 六七十三八十 八十十五 可以吧 六七十三八十八十十五 這樣可以喔 有辦法預示到這個結果嗎 應該是可以喔 好我們繼續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做這個比較重要的事囉 來 費波納奇蘇烈 有沒有人沒有聽過的 沒有聽過不要露出奇妙眼神啊 你是不是沒聽過 欸真的沒聽過啊 哇哇沒聽過舉手啊 不要害羞 不要害羞 讓我們了解一下人數 哇我沒有辦法想像欸 高中沒有學嗎 蛤 高中真的沒有教嗎 我這邊有age了嗎 費波納奇速列翻譯有問題 啊就叫費波納奇啊 不然叫什麼 你們翻譯給我聽 我怎麼沒笑啊 費波納奇速列就是 開始是一一 Mr.Fay 我不相信啦好不好 啊不然你們現在 居里夫人叫什麼名字我想知道 居里夫人你們叫怎麼叫她 瑪莉亞小姐是不是 居里夫人我想知道現在被改了什麼名字啊 正常名字 正常名字是什麼 我想知道啊 瑪莉亞小姐 還是什麼 之前有人說 就是居里夫人的居里 是她的丈夫 我知道是她丈夫的名字啊 所以你們現在怎麼叫她 什麼奈爾夫人是誰啊 啊啊啊 我不想 我不想 我不想聽這個好不好 我費波納奇速列就是 就是兩個開始是一一 好不好 起始速列 第一個速跟第二個速是一一 然後 第二個速以後 就是 第三個速開始就是 前兩個數字的和 這樣知道 這就是費波納奇速列 好 我們現在用這種寫法 這個寫法是什麼咧 這個寫法就是 我們 把 這個 費波納奇速列一一 這樣 Y最開始的時候 是不是一一 等一下我 注意一下我剛開了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來 再教大家一次 左上角 這邊有好多東西對不對 左上角 有一個空白文件這裡 我按了一下 按住Rscript 它就會產生一個 空的 記事本 這樣我是不是就有四個格子了 我現在把東西貼在這裡 這個就有點像 這個叫R的語法 這個就有點像 記事本的感覺 我把東西貼在上面 它實際上沒有執行喔 我把它框起來 highlight起來之後按RUN 它就會一次執行所有的函數 這樣知道嗎 所有的語法 這樣可以嗎 這個 這個是我們現在 一次要打多行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用到這個東西囉 欸是請講 那如果沒有框起來的部分 那就不會 你沒有框起來的話 按RUN的話 它就只會跑那一行 這樣知道嗎 我現在在這裡 我現在這個 這個 鼠標在這裡對不對 我現在按RUN 它就只會跑這一行 這樣知道嗎 你沒有框起來就不會全跑 好 我現在按第一行 那Y是不是11 Y是不是11 第二行 在做什麼 第二行是不是 第三個數等於前兩數字相加 這樣 是不是112 這樣可以吧 可以接受嗎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這樣子是不是 1123 這樣可以吧 這不會太難吧 我們一直到第七個數 是不是這23了 好 來 準備了 練習體要出來了 好不好 我們要下指令囉 大家聽清楚喔 好 我們現在 請你做出 請你告訴我 費波納奇數列 第20個數字 是多少 好 可是 在你們開始做之前 我現在要給你們一些劇透 那 這個做法 那還不白 那其實不是太白癡了嗎 我這樣 我就繼續複製嘛 是不是8 我這邊改8 我這邊改8 6 7 我這樣一直做到20 是不是 這樣 是不是有點太累了 你不覺得有點累嗎 你們 好 在我們有點累之前 這個 我們來想一下 學過回圈的 先給我閉嘴 好不好 不准用回圈 但是喔 就那種像什麼謝士博 廖浩君 這種人 就先給我閉嘴 好不好 我知道你們都很會了 好不好 來 那個 我們現在啊 就我們剛剛教過的事情喔 就我們剛剛教過的所有東西喔 請問一下 我們怎麼簡單的 做到這件事情 簡單的複製貼上 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複製一行二 改三個數字 有沒有辦法做簡化 來 除了謝士博文廖浩君回答沒有意義喔 我不會讓你們兩個加分 好不好 剩下的人回答出來有加分喔 好不好 回答錯耶 可以寫到左邊的白板 有沒有人有idea的 欸 來來來來 講一下 N加1 什麼意思 就是 第一行的 1 先定義N11 先定義N11 然後 那個 中瓜號裡面 換N 然後 Y就是 N加1 這個是N加1 然後 這裡 N加2 N加2 啊這樣有什麼好處 然後 N N可以是 那個 1到 20 好 來 這個等一下 再寫 那個你直接在你名字後面寫乘2就好了 好不好 我們這樣我們就知道了 好 我跟你們講啦 這個就是標準答案 這樣有什麼好處 把東西拉出來有什麼好處 來 我們現在這樣子 來你們看 我們這樣複製貼上多愉快啊 改2 3 4 5 6 7 那這樣是什麼意思 來第一行 第一行是不是第三個數等於第一個數加第二個數 然後接下來N變2了嘛 第四個數等於第三 第二個數加第三個數 對不對 對不對 欸你把它改成這種形式之後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說可以記憶嗎 我們不是可以 我們不是學會物件這玩意嗎 可以記憶 那我們是可以把它相同的東西抽出來 懂的意思嗎 這樣子 這個就 這個就簡單啊 我一次只要改一個數字啊 我一次複製兩行改一個數字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用這種形式 做到 第二十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就先做這件事 等一下我想要看到大家電腦上面有費波納提數列的第二十個數字是多少 好不好 欸 不過在那個在我們開始之前喔 為了方便喔 欸就是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不太喜歡用N這個 N這個英文好不好 我們喜歡用I這個英文 好我們把N換成I好不好 因為等一下我們都會用I啦好不好 我們把N換成I 並且這樣子簡單的複製貼上 好不好 好開始做啦 先開始做一下好不好 來我把電腦還給大家 各位快樂同學 來我們繼續 不要再討論啦好不好 這個 前面那個部分 前面那個部分有問題的話 應該還好啦好不好 那應該還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這麼智障 把這個I 我剛剛雖然沒有把它打完 我把這個I 我按照這個循環這樣子 我把I從1打到18 這是不是充滿了智障的感覺 對不對 我 你也這麼覺得喔 對啊 我事實上我也覺得很智障 不過為了交新手你知道嗎 我們一定要從這樣開始 好 欸這個 我發現啊 我這樣子複製一直複製 那如果我要複製到100勒 我如果今天 我問的不是費波納奇數列的 第20個數 我問的是第100個數勒 那我不是要複製100行嗎 這樣不是太累了嗎 而且他重複性這麼高 對不對 他其實重點的這一行 根本就沒有改變啊 對不對 I是要從1做到18嘛 對不對 好怎麼做呢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一個這樣的 看著我們這個函數 這一行是什麼意思 就是剛剛 I 我們剛剛是不是一直重複這一行 然後I從1做到20 I從1做到20 來注意一下他的結構喔 首先先打一個for FOR 控格 這個控格要不要無所謂 然後小括號 小括號裡面放他的參數對不對 好 他參數裡面要放什麼勒 I I這個就是我們要跟著迴圈洞的變數 這個是我們跟著迴圈洞的變數喔 好 然後控格 這個控格是一定要的 這個控格是一定要的 然後I in 就是指說從多少到多少 好不好 in 在空格 然後從多少到多少 in這個 in這個英文是去告訴I 告訴這個迴圈 告訴他我的前面那個物件 要 要跟後面那個是 照順序來做 這樣知道嗎 in這個東西這樣喔 好 1到20 這個剛剛我們已經學過了對不對 1冒號20就1到20 這樣可以吧 接著小括號結尾之後 後面我們要把我們要重複執行的程式碼 把它寫下來 要放在大括號裡 這樣知道了嗎 大括號這樣用 大括號是用在回圈裡面 這樣可以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它實際上就是做 i等於1做一次 然後i等於2再做一次 i等於3再做一次 一直做到i等於20 好所以這樣子我們按RUN了之後 第22個數字就是17711 為什麼 因為i20的時候是第22個數字 這樣可以吧 可以接受嗎 可以吼 好不好 那如果你寫成回圈之後 那我要問你第100個數字 這就太簡單了嘛 對不對來 3.5乘以10的24方 好 我也看不太清楚是多少 不過無所謂 這樣可以吧 所以會回圈之後 是不是覺得世界變得輕鬆 這樣知道了吧 有沒有有沒有一種會回圈 會回圈很簡單 這個世界變得簡單的感覺 這樣子好不好 所以剛剛為什麼要教你們那麼白癡的那樣寫啊 其實為了告訴你們一件事情啊 回圈就在做那件事情 只是你用這一行 你用你這樣子把它整合起來 這樣知道吧 回圈在做這件事喔 好不好 好回圈的做法就是按照我剛剛的講法啦 好不好 我們剛剛只是先劇透了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練習只是先劇透了 這樣知道吧 好回圈啊 好回圈啊 不只可以拿來做費波納奇數列喔 我們還可以拿來做一些神奇的事情 舉例來說 我們這個 大家在做這個 欸我們這裡啊 這個 國防學有沒有教office的基礎課程啊 舉例來說教什麼 握得合併列印啊 什麼之類的 有這種課嗎 沒有 啊沒有喔 欸幾校我以前上大學的時候都有啊 你們還是你們 都把時間拿來上大陸問題研究了啊 沒錯 解放大陸 喔好 解放大陸 你們還有哪些課啊 我想知道名字 反共復國 反共復國 反共思想 好 沒關係算了 我改天再聊好了 我這個有錄音錄影的 我們不要不要聊太多 好不好 到時候所有人都知道國防學會秘密了對不對 以後我們都騙不到新生了 你們來之前就知道要上這些課嗎 蛤 就已經知道了喔 這麼厲害 好好好沒關係 我們繼續 這個 欸 我們啊 我們現在要學一個東西叫做 叫做這個 呃 我們現在啊 要學一個東西叫word裡面叫合併列印 也就是說我們平常在 學來說我們要寄信給很多人的時候 我們要印那個 就是名稱跟地址嘛對不對 那實際上我們大部分的東西都不會改 我們只會改名稱跟地址對不對 這個我們在 word裡面做起來好像 呃 可能有人會做可能有人不會做啦好不好 但在r裡面我們要怎麼做咧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有一個student列表 這是一個 我們現在有student列表 這是一個 姓名的 文字向量 這是一個文字向量 文字有雙引號 這樣知道嗎 文字用雙引號把它合在一起的喔 好不好 現在我們的student 就是一個文字向量 這樣可以 那接著 scores就是 他們相對應的分數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來做這個 這一行的時候 如果我們 做這一行的時候 我們令 I等1 那我們按printer的時候 我們這樣子按run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我小滑的考試成績有100分 但我們I等2的時候 小明的考試成績有80分 他是不是會換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用回圈做了 在我們用回圈之前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裡面 printer這個不需要了解 這就把東西印出來 past這個函數 等一下要用到喔 這函數非常的重要喔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批量讀檔的時候 檔名會改 對不對 我們就用past這個函數 把檔案一個一個讀進來 這樣知道嗎 所以你要知道怎麼貼字的喔 好 第一個 past就是把所有東西貼成一串字串 past這個函數就是這樣喔 student i是不是就是小滑 這樣可以吧 這個是會變的 逗點的考試成績為 逗點 score這個也是會變的對不對 逗點 分 然後他的間隔 不要有間隔 這樣知道嗎 這就是 這個past這個函數的用法喔 等一下我們要 讀檔換檔名的時候 一定會用到past這個函數 這樣知道嗎 好這樣子 知道past這個函數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for回圈把這個包起來 for 再記一次 for很常用 一定可以記住 i i in 1 到 3 這樣可以吧 大括號 把print這一行放進來 這樣可以喔 然後按run 這樣可以就 三行就出來了 這樣知道嗎 可以喔 這樣會不會太難 應該還好吧 好我們繼續 好 那我們現在 這個剛剛我們做 費波納奇數列的時候 我們覺得 就是 有點 就是 我們每一次要做 費波納奇數列的時候 我們是要打一大串 雖然說我們回圈已經整病了 但是啦 這個還是太麻煩了 我們現在要教一個東西 叫自定函數 自定函數是這個樣子啦 我們剛剛的費波納奇數列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這一串 我們以剛剛這串 語法來說 這一串語法是不是可以做出 費波納奇數列 看著喔 這串語法做費波納奇數列 這樣可以嗎 可以喔 好裡面啊 有什麼東西我們想變的 首先 這個1跟1啊 這個是兩個起始數值嘛 對不對 這個起始數值假設我們希望 以後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可以輸入任意的數 那我們要怎麼打語法比較簡單 我們是不是可以那樣子 A等於 1 B等於1 然後我們把A放到這裡來 B放到這裡來 這樣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們 我可以 我以後指定A跟B多少之後 下面我就不用管了 我把東西拉出來嘛 這樣比較好看 這樣知道嗎 這樣第一個是比較好看 接下來下一個是 我們來看這裡 我們要想要 這個Step 這個Step啊 這個 20這裡 我們也想把它換成Step 這樣子我們在這裡指定 Step等於20 那以後是不是 我們 這樣子其實我沒有做任何改變嘛 對不對 我按RUN的時候 是不是 答案也是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喔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比較特別的事啊 我們現在 來 想辦法把下面這裡打包起來 這樣以後我們只要輸入上面 我們就可以 得到我們想要的 菲波納奇數列 任意起始值任意長度 怎麼做咧 來看一下它的結構 菲波納奇 來看著喔 菲波納奇 等於Function 我們再定義一個自訂函數 這裡 這裡我們把它先Delete掉 我們自訂一個函數 名稱叫菲波納奇 它等於Function 這個Function也是一個函數喔 你看因為後面有小括號對不對 只是Function這個函數很特別 是告訴R我們要產生一個新的函數 好 這個函數裡面有哪些函數呢 有A B Step A B Step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不知道 等著給使用者輸入 這樣知道嗎 因為我們在上面定義的嘛 我們把下面這一串 已經把A B Step分離出來的語法 把它剪下 貼上到這裡 接著 我們就可以按 我先把 注意我們現在右邊很多東西對不對 我們先把它清空好不好 這邊清空 清空了以後右邊這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好然後 我們這樣子 我們只 highlight 這裡喔 我們沒有定義 A B Step 等於多少喔 我們按RUN 這邊是不是產生一個 Fibonacci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一個函數 我們現在打 Fibonacci 1 0.1 0.18 這意思是什麼 A等於1 B等於1 Step等於18 所以它產生 起始值為11 然後長度為20的Fibonacci 數列 這是不是跟我們答案一模一樣 有了這樣子簡單的方式之後 我們現在要改 想要改起始值 這是不是非常容易 想要改Step 就來說38 是不是輕鬆 自在愉快 這樣知道自訂函數是什麼東西了嗎 這樣可以 好自訂函數這個東西 我們就 這樣我們就知道一件事情啦 我們在R語言裡面有這麼多函數 原來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 好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小小的考試好不好 不能講考試 小小練習 就是啊 這個 算了我們不要練習這個好了 我覺得這有點無聊 因為剛剛已經有人劇透了 我剛剛太早考這個問題 我本來想說 請你製造出那個 呃 三次方根號的這個函數 不過剛剛有人很快就知道是二分之一是開根號了嘛 所以很快就有人知道三分之一了 所以太無聊了 好我們跳過 阿就是粉已經加過了啦 不要用那個眼神看著我好不好 好我們繼續啦 我們來看 下一個 下一個就要練習囉 等一下 那個我跟你們講一下 等一下這個部分一定會有非常多人卡關 我跟你們講保證一定喔 好我們要讀檔進入R了 好讀檔 讀檔喔 很多人其實搞不清楚電腦的這個 這個就是入境啊什麼是什麼 好不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讀檔什麼讀喔 首先我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要讀的這個檔 這個檔案啊 是鴛尾花數據集 這個數據集啊 裡面總共有描述了 一百 一百五十 總共描述了三種花 這三種花啊 呃 叫做 三鴛尾 變色鴛尾 維吉尼亞鴛尾 阿你問我我有沒有看過他真實的樣子抱歉沒有 好不好 有人如果看過的話 麻煩告訴我一下 我覺得他也是沒有啦 然後告訴我一下在這邊哪裡可以看到 我好想看到他因為每次都在用他 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他你知道嗎 一點感情都沒有 好 這個啊 這種花他的這個長相啊 就有點像 我們現在 圖上面這個樣子 你有沒有覺得他們長得很像 很簡單 因為他們是同個屬的 就是 借門岡木科屬種 這個應該就不用我再教了吧 對不對 借門岡木科屬種 他們同個屬的 但他們三個是不同的種類 所以他們長很像 那舉例來說像我們跟 我們跟猴子同屬嗎 我們是不是只有自己一屬啊 人類跟其他有重屬嗎 好像沒有是不是 都被我們殺光光了是不是 尼安德塔人都被我們殺光光了 好沒關係啦算了啦 反正同屬都會長很像啊 這個是常識我就不講了對不對 好 可是 這個 他們還是有一點點差別啊 我們還是看得出來還有一點差別 他的 花餓長度跟花餓 寬度還有花瓣長度花瓣寬度 他們彼此之間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可是啊 花彼此之間也會有一些不一樣啊 這樣懂意思嗎 假如說人的身高 我們都是同個種類啊 但是我們的身高就是不一樣啊 對不對 或者我們換個講法好了 我們都是男生啊 男生的身高 就是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 女生的身高就是有一個 我們可不可以用身高來預測 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有一定程度的預測力啦 不用拆的好一點 就你現在給我一個身高 你告訴我 140 啊那我先拆他是女生好不好 我不是習是女生啦 好不好 140男生的機率太低了 這樣知道嗎 欸欸欸你在幹嘛 喔喔喔 你在幹嘛 來來來到後面坐著 找個位置坐 還是要坐前面 坐前面好了 好不好 這個 那這個 第一 這樣知道嗎 那個 欸 我們這個 那如果我們現在身高19 我們會猜多 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們可能會猜這個 你是男生吧 對不對 不是其實是女生啦 是因為190的女生 不然你找個給我看嘛 對不對 或者140的男生 你找個給我看嘛 好 那 所以說 這個我們現在啊 這個數據集就是收集了 三種花 各50多 各50個 他的 各50個花 他的花二跟花瓣的長度與寬度 這個資料集 我們按下一頁 這個資料集請在這裡下載 請你需要我外網才能下載喔 好不好 下載 下載完了以後 你這個檔案 理論上 會在 這個 理論上會在這個 就是下載這個 這裡 就理論上會在這裡 好請你來 我們現在 做一件事情喔 請你 在R Studio裡面 請你看著右邊 請你在這裡有一個 你這邊按下 你現在按了以後 這邊有個 New Project 請你開一個 New Project 好不好 開完一個 New Project以後 請你按著 你這邊隨便打一個名字 你可以打今天的 這個 課程內容 叫workshop Deep learning workshop 或者可以直接打workshop 好不好 等你 我是已經開完了 等你直接打完之後 你會 看到一個 這樣子 一個 你這邊就有字了 你現在 大部分人在這裡 現在應該顯示的是NUM 除非你已經開好 Project 好不好 大部分人都是還沒有開好吧 請你先開好一個 開好一個以後啊 你要注意一下 我現在用的是線上版的 現在在場只有三個人跟我一樣用的是線上版的 線上版的你要把檔案傳上去 請你點到這個資料夾 這是我剛剛開的那個 這個project的資料夾 請你按這邊 線上版的這裡有個upload這個按鍵 請你把檔案upload上去 這是線上版的喔 這邊很少人是用線上版的 沒有關係 OK 好這樣就這樣來了 IIS就進來了 這樣可以嗎 如果你不是用線上版的 請你 理論上你開完的project 會在我的文件裡面 找到一個跟你那個project一模一樣名字的 那個 的資料夾 請你把你的 IIS那個檔案丟進那個資料夾裡面 點開丟進那個資料夾 這樣你就會在右邊 看到一個 IIS.CSV 這樣知道了嗎 看到IIS.CSV之後 請你先丟到正確的資料夾裡面喔 好不好你可以用絕對路徑但是我比較喜歡用相對路徑 好不好相對路徑是 在這個project之下的 資料 紫 紫路徑這樣知道嗎 如果你用絕對路徑 以後會很難 管理 這樣知道嗎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當你把東西丟上來之後我要怎麼把檔案讀下來喔 來看著 IIS等於 Read.CSV 這是讀檔函數 然後請把 這個是 如果你放在一個資料夾裡面叫Data裡面的資料夾 就來說我現在把這個刪掉 這個檔案實際上已經在我的Lesson1裡面的Data 裡面的IIS了 所以我這邊如果改成打 Lesson1 斜線Data 斜線IIS.CSV 這樣我就可以把這個檔案讀進來 你看到了嗎IIS已經進來了 我現在打 IIS 你就會看到150個花的 這個檔案 這樣知道嗎 注意一下喔 這邊有很多小細節要學喔 在R裡面 路徑的這個 分隔 是用 右上到左下斜線 不是你如果直接複製Windows那個是 左上到右下斜線喔斜線是反的喔 在R裡面要用這樣的方式 要用這個斜線喔 這樣知道了嗎 好現在 開始練習 請所有人把IIS這個檔案讀進來 讀完之後要確定有沒有讀成功 請看右邊有沒有IIS 和你打IIS 有出現東西 這樣就答對了 好可不可以 好我們開始喔 所有人都要做到這一步喔 好那我們剛剛把檔案讀進來之後啊 我們終於可以做一些比較特別的操作了好不好 不然的話我們之前什麼事都不能幹 好 好那這個把檔案讀進來之後啊我們現在希望啊 能夠用這個 呃這是一個陣列對吧 這是一個陣列 那這是一個陣列我們要怎麼樣叫出他的 第一個colon 可以喔這樣可以接收齁 XY這樣就出來了喔 好 有了這樣子的XY以後啊 我們可以用plot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不用背啦好不好也不用學 這個函數 從今天一整天只會出現這一次 好不好 plot XY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看到 X跟Y的散佈圖 這樣知道了嗎 可以接收齁我們就可以看到X跟Y的散佈圖囉 好 我們繼續 那 做一件事喔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是有一個函數叫lm lm y然後小老鼠x 這是什麼意思lm這個函數啊 是做linear regression 這邊有沒有人不知道linear regression是什麼的啊 現金違規這個不會加分啦好不好 這高中就交過了 我們不能夠問你說有沒有人知道微分是什麼啊這個回答了以後 對不對 幫我把英文翻中文不會加分啦 好不好 現金回歸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齁 對不對 應該喔 啊有沒有 有沒有人那個 跟大家預告一下喔 等一下我們 等一下我們 第二節課就是 下午的第一節課的時候 我們會用數學解現金回歸喔 好不好 會不會充滿害怕的感覺 不會喔 好 大家很勇敢啊對不對 好來 我們這個 這個lm這個函數啊 就是我們想要用x預測y 就現金回歸啊 現金回歸就是y等於 beta0加beta1 乘以x對吧 那我們就是把那個x 當作我們現在x在 邱瑩的右邊 就是我們的x 在邱瑩的左邊就是我們的y 我們想要預測的東西 這樣子懂嗎 我們的物件名稱 不見得要 寫xy喔 也可以寫其他的 這樣可以嗎 這樣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把結果存成一個東西叫model 這樣 第一行就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我們做完線性回歸之後 我們用x預測y 做完線性回歸之後 把結果存成model 接著把model print了出來 我們要enter 你看到他的係數 他的係數分點 3.418 跟 負 0.618 這樣可以嗎 好 這個答案 你一定是一點感覺都不會有 好不好 沒有關係 我們到下午的時候 記住這函數 我們下午的時候會來驗證一下他 好不好 中午的時候無聊的時候大家可以去翻一下生桶書或是Google一下就好了啦 找一下線性回歸的公式 好不好然後稍微回憶一下他怎麼解 不過我告訴你們一件事情下午我不會用公式解代你們解線性回歸 我們會換一個方法 只有那個方法才有辦法做人工智慧的解法 這樣知道嗎 好我先跟你們劇透了好不好 我們繼續 好那我們剛剛讀好第一個檔案之後我們又要來讀第二個檔案啦 第二個檔案叫 MNIST 請在這裡同樣也在這裡喔好不好 這裡下載一份資料 好你會看到這個檔案 同樣的 下載完以後 把它放到正確的資料夾裡面之後 請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以後 理論上 欸對我忘記講一件事情了 這邊有個library data table是什麼意思呢 請各位同學 看到R語言裡面 右下這個分頁現在在plot這裡對吧 左邊是file對吧 這裡有個叫package的 這個package是我們要為R語言你的R語言安裝新的package 這個package有點像外掛層次的感覺啦 這個 我們現在這裡有叫install的 請你按下之後 打上 data data.table 注意一件事情啦 線上版的人不用幹這件事情啦 因為所有的環境我都已經架好了 啊大家都裝過了 啊怎麼會這樣子 預設環境就有裝過data table 好 OKOKOK 不過這樣子啦 所以你library data table以後 你就要把這個檔案給讀進來 注意喔 這個檔案是要正確的路徑喔 像我現在這個 我這個檔案現在放在 Lesson1裡面的data有個MMRST對不對 所以我這裡就要打Lesson1 裡面的data 我把它讀進來了以後 這個叫 它變成一個MMRST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我先把它變成data matrix 然後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MMRST 好我們現在啦 我們把這個東西讀進來之後 我們先看一下 Dimension好不好 它的Dimension是 42000x785 比剛剛大了非常非常多倍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大的檔案 這個檔案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有個函數叫head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它的第一個RAW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RAW 它的第一個column叫什麼 叫label 接下來PESO0 PESO1 一直到 PESO 783 好 0到 我們先來講label是什麼意思 label是1 我來跟你們講一下這是什麼資料 這個資料是手寫數字的資料 我們的 第一個column label就是代表它是數字幾 所以第一個RAW label等於1 所以它是數字1 這樣可以嗎 這樣記住這個資料是什麼了嗎 好不好 接下來 從第2column到最後一個column 總共是PESO0 到PESO783 請問一下 長度總共是784 784是 784看到這個數字有什麼感覺 一點感覺都沒有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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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的值是多少? 0就是黑色,惡物就是白色 這樣可以嗎? 那黑白圖,這是黑白圖 彩色圖怎麼辦? 什麼色碼 用色碼 用色碼表示 很厲害,更好的方式儲存 好不好 其實用色碼跟那個方式沒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你的講法太高端了 我們不喜歡用這種講法 那這個 這個彩色圖 實際上我們 顏色可以是不是三顏色組成的 紅、綠、藍 對不對,總共三種顏色 來,我們來給一個加分的機會 大家都是醫學院的 我相信這大家都會 為什麼三顏色是紅、綠、藍 來舉手,這太多人會了吧 這問題是醫學問題 這是生理問題 你們沒有上過生理學啊 我三種 試追細胞 對不對 舉手嘛,謝士博 好,等一下自己來簽名 好不好 這是 那是因為我們人 只有三種試追細胞 好不好 所以說 三原色才是三種 如果今天人有四種試追細胞 原色絕對就是四種 好不好 任何一種顏色 都是三種試追細胞的排列組合 所以啊 根據我們的人眼 我現在正在 我再跟大家 講個問題好了 我們有沒有辦法利用顏色 知道原來的 入色光 它的任何訊息 從我看到顏色回頭 回頭推估 任何一個 任何一個光 我們都可以經過一些計算 知道 到我們眼睛是什麼顏色 對吧 我們可不可以用我們的顏色 我們可不可以反推 我現在看到紫色 我可不可以反推回去 那是什麼光 答案是不行 這不可逆 這樣知道嗎 你的四追細胞組合 你沒有辦法從四追細胞組合 去推斷你本來的 入色光是什麼顏色 是什麼樣子的波長 是什麼樣子的混合方式 無限多種混合方式 都可以產生一樣的組合 這樣知道 我們講具體的例子好了 紫光 紫光就有兩種啊 一種是紅光 我們現在用電腦發出的紫光 就是騙你的啊 紅光加藍光 合起來騙你的啊 對不對 可是那個 彩虹的那個紫光 跟電腦發出來的紫光 顏色一樣嗎 完全不一樣 那個就是特定波長的 單一種光 這樣知道嗎 所以說電腦的 儲存格式是儲存騙你的格式 你一定要知道這件事情 電腦儲存是騙你的格式 但是啊 所以說我跟你們講這件事情 人也沒有辦法分辨的 你不要告訴我電腦可以分辨啊 好不好 因為電腦儲存的格式 就是人眼可以看的格式啊 你這樣懂意思嗎 他根本沒有辦法去記錄本來那個 本來那個形式啊 這樣懂意思嗎 欸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我們等一下學人工智慧 就是要讀像分類對不對 好 來我們來繼續做 所以說 既然 顏色是三元色 所以一個PESOL 我們怎麼去描述每個PESOL的顏色 就可以用 紅色 0到255 藍色 0到255 綠色 0到255 那剛剛呢 謝士博講射馬 這個意思也差不多啦 射馬基本上 紀錄方式就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只是講射馬 這大部分人都聽不懂 這在工三小這樣子 欸等一下自己來簽名喔 你剛剛值得簽價名啦 好不好 這個 那個 好那所以說 我們要怎麼來看一下這個數字 就是 1咧 第一個 RAW的數字就是1 首先 我們來做一下資料處理 因為第一個 Column 是 Label 對不對 剩下的都是PESOL 可以吧 所以我們先用-1 -1 所有語言數是複數 我們還沒看過吧 複數是什麼意思 複數是 這個不要 剩下的都要 這樣知道嗎 所以-1的意思就是第一個不要 我剩下的都要 所以 在我們這個DATA的來講 -1相當於從2到785 這樣可以嗎 以我們這個DATA來講 好不好 -1相當於從2到785 所以這個X 把它 產生完之後 我們現在問這個DATA 它就是4200 -784 這樣可以吧 好 接著我們使用T這個函數 T這個函數是 轉字矩正 轉字矩正 轉字完之後 它的DATA是多少咧 是不是就是 784 乘以 4200 這樣可以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T 好現在 DIMENSION這個函數 我強迫 把 X這個 正列 現在它是一個正列 我強迫把它的 維度改成 28×28×1×4200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樣子強迫完之後 我們再看次DIMENSION X 它就被我強迫改完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 以後我們要記錄 我們要把圖檔讀進R裡面 我們通通以四圍的正列把它記錄 為什麼要四圍 前面兩圍是圖片的長跟寬 第三圍 黑白圖是1 彩色圖是3 這樣可以嗎 為什麼原因是這樣子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圍是我們讀進了幾張圖片 這樣可以嗎 像現在這個資料集 我們總共有四萬兩千張圖片 好 我們把 這一個資料集 四萬兩千張圖片的第一張圖片 這樣叫 是不是就用三個斗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四圍嘛 所以三個斗點 我們要ENTER之後 我們把它打開一點好了 展開稍微多一點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 這個數字感覺就很像1 看得出來吧 這是一個矩陣陣列 0就是黑色 有數字就是白色 數字越深 就代表 不過我們這樣很難 就是我們這個很有想像力 對不對 我們 我們現在這個方式 的確是看到了1圓來的樣子 對不對 好那我們要怎麼看到1 來我們繼續 首先我們繼續 這個X是圖像 對不對 Y是我們的Label 我們先把Label把它存下來 Label就是第一個Column 對不對 我們先把它存下來 接下來 如果你接下來Library OpenImageR 大家都說那個套件都已經裝過了嘛 對不對 沒有裝的我們再裝 好不好 如果你ImageShow 第25個 Library OpenImageR之後 ImageShow 它是一個函數 把你剛剛的Pasel陣列 轉成圖像 第25個 數字 我們把它秀出來 你會看到 這是什麼數字啊 根本看不懂 喔原來它反了 好不好 所以說 我們現在 它反了的話 我們需要用T這個函數 再把它轉字回來 這樣知道嗎 怎麼轉字咧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回圈來轉字 好這樣知道嗎 好來我們先 我們先來 我們先用這個 第25個 然後我們轉字之後 再把它秀出來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2 對吧 我們可不可以看一下 第25個 Y是不是2 好是2 對吧 可以嗎 第26 3對吧 我們來看一下 ImageShow 第23張圖 看一下答案多少 好不好 欸 喔喔喔 嚇我一跳 我想說 我眼睛花了 這個 好像是3 這樣可以嗎 嚇我一跳 嚇我一跳 我想說 這個資料居然有這種 原來3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 發現我們的X裡面 通通都是反的數字對不對 都是需要轉字之後 對不對 我們要怎麼把 X這個東西把它填呢 是不是我們可以利用這樣子 I等於1 X 第1個X 等於T 第1個X 我們用這種方式 是不是可以把第一個 第一個 圖像把它改成正的 我們先看一下第一張圖 它本來是反的喔 它在T之前本來是反的喔 這樣可以吧 那T了之後它就變正了 幾乎看不出差別 好不好 那我們用第25好了 25比較明顯 好25 這個25我們剛剛已經看過了嘛 對不對 25它是在轉字之後才變正的 它本來是反的 這樣可以吧 它本來是反的 當我用了25 I等25 然後我指令 T25 然後把它填回去 這樣是不是 這樣這一行看得懂吧 這樣看得懂吧 好我們把它填回去之後 我們現在在做Image Show 我們就不用再轉字了 它就回來了 這樣知道了吧 所以啊這個東西 是不是很像我們剛剛 回圈的做法 我們現在要回圈 把它包起來 4 I 1 到 4200 對吧 好可能這4200 太智障了啦 我們可以用 這個 Dimension MNRST 裡面的第一個 維度 第一個維度 這樣就是4200 這樣可以吧 這樣子我們就把我們的X給搞定了 這樣可以吧 來我們按RUN 現在我們在做Image Show 好25 我們來個125好了 23233 3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齁 這樣我們就全部都轉字完了 好 所以說 到 請你啊 請你就是 到這裡為止 請你秀出 第25張圖 這就是我們 目前的 練習體 請你做到這件事情 好不好來 開始 好啦 我們要進入今天的最後一個 不是 早上的最後一個 部分了 早上的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 難度其實就是 基本上齁 說難也沒有說很難 但是 跟我們下午最後那個想做的事情就比較有相關 請到這裡 又是下載檔案的任務 對不對 來這裡 下載 這邊有壓縮檔 這個壓縮檔解壓縮之後 會變成一個資料夾 使用線上版的人 只要把那個壓縮檔直接上傳上來 他就會變一個資料夾了 他會自動解壓縮 那這個 解壓縮之後 這個就是 這個資料夾裡面 有100張貓 跟100張狗 它的檔名通通都是 cat.n.jpg 這個.n 這個n 就從1到100 貓100張 狗也100張 這樣知道嗎 所以 我們剛剛不是有學那個路徑的那個pest 我把它那個中間換 中間換成 挨然後剩下的那個 剩下的不便嗎 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要用到這裡來囉 好不好 這是今天 早上最困難的一個任務 我們要把所有的圖都讀進來 好不好 這個圖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點開來看 這是不是就是第一隻貓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10隻貓 長這樣得性 每一張圖 的大小長寬通都不一樣 但是我們要把它一起讀進來 這樣知道了嗎 好不好 這是我們 我們在做實際的這個人工智慧模型的開發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你準備的資料集就是長這負責性 就是 那我跟你講 你說 我黨名可不可以 改的有變化一點 可以啦 可是你要學會更多語法 有點麻煩好不好 我們現在原則上 我們今天教的 人工智慧工作坊 教的圖像分類模型 自由度其實蠻低的 只能夠做兩類 並且 只能做二分類喔 並且 你的 兩類必須 檔案數量是一樣多的 如果不一樣多的話 你可能需要用一些額外的小技巧 就是在 語法熟悉程度不高的狀況下 你可能要用一些小技巧 舉例來說 你的狗只有10張 貓100張 那就把你的狗 1到10張 複製10次 然後給牠不同的名字 對不對 這是一種小技巧啊 但不怎麼 對模型訓練沒什麼幫助 但是你的程式 不然你就要會更多程式語法 這樣子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把 你壓縮檔弄進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讀檔啦 要怎麼讀檔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先把右邊清空 一樣 Library OpenImage R 然後把這個 路徑 路徑要打對喔 現在打 大部分的人應該路徑都會打對了 好不好 這是 斜線前面這個是資料夾名稱 後面是這個圖檔名稱 好不好 來 我們來把這個 read the image 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 產生一個檔案 產生一個物件叫 IMG 來我們現在 讀進來以後 我們先來問一下 什麼東西 找不到 因為我是在Lesson1 放在Lesson1裡面 讀進來以後 我們先來問一下 這個IMG的Dimension多少 你會發現是 280X300X3 X3的原因是 紅綠藍 這樣可以吧 成3就是 紅綠藍喔 可以齁好 那我們按 我們用ImageShow這個函數 按Run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 你右邊出現的第一隻貓 這樣可以嗎 你把這個Cat1 Cat2 它就會產生 第二隻貓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齁好 好 那這個 我們如果用 我們用索引函數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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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Image 這個函數 讀進來的圖 是介於0到1之間 我們剛剛不是說 0是 0是黑色 255是白色嗎 對不對 但是 readImage 這個函數 它讀進來的時候 是介於0到1 所以說 它的1是白色 0是黑色 這樣知道嗎 那為了要跟 剛剛那些東西一致 所以我們要把它乘以255 這樣知道齁 這樣可以接受齁 不然的話 我們 不然的話 我們東西不一致的話 誰知道1是 很 有點不太黑的黑色 真的只有一點點不太黑的黑色喔 還是白色 這樣懂意思嗎 好 所以說 到時候我們還要再乘以255喔 好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 我們希望能夠對圖片的大小 進行 重新 就是resize 為什麼咧 因為我們到時候要訓練 人工智慧模型的時候 大家 現在可能還不知道 人工智慧模型 其實就是一個函數 一個數學函數 這樣知道嗎 一個數學函數 它的 input size 是固定大小的 所以說 圖像的大小不一樣 我們沒有 如果沒有把它resize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那個人工智慧模型 是沒有辦法用的 好 不過我跟你講啦 這個僅限於你們初級程度啦 對於高級程度來講 這不是問題 好不好 但是喔 我們現在就是不管啦 我們就是把它resize成 一樣大小 這個resize的大小 我們現在定義成 224x224 你問我說 為什麼要這個數字 我跟你講說 其實你可以換 但是 根據你們現在的程度 你們只能換成32的倍數 至於為什麼32 這個有點難解釋啦 好不好 我還是推廣一下我的課程 好不好 不過我跟你們講喔 我推廣我的課程 這個為什麼要 為什麼 學人工智 我們那個 給大一禮拜五的課程喔 只會教你們基本的寫程式 最後的目標 是寫出一個 那個網頁 可以讓你們 那個 這是男生的福利啊 女生沒什麼用 就是那個 自動啊 如果論壇上面 有女生發真男友的文 我就會知道 喔 這個有人要真 男友了 我可以趕快去投稿 你知道為什麼 對女生沒有用嗎 因為論壇上面一天到晚都有人在真 女友 所以女生喔 根本不需要這種程式 她隨時爽啊 所以上去看就一大堆了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說這個 然後那個人工智慧是 下學期的課才有喔 好不好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 這個step by step 好我們繼續 所以我們要把它resize 成24x24 用的函數叫 resize image 注意 resize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birlinear的方法 一種是nearest的方法 一種是nearest的方法 原則上我們使用birlinear的方法 好不好 這兩種方法具體細節 我們現在不管 好不好 就是能resize resize之後 我們再看一次 resize的圖片長什麼樣子 好不好 resize之後 我們imageshow resize的image 你會發現 長得一模一樣 好不好 這很正常 好不好 因為 小畫家都可以幫你清理的resize嘛 對不對 所以說 resize真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這不是什麼高科技 這樣知道嗎 好不好 來我們繼續 那我們現在想要把索爾圖 通通的讀進一個array 注意我們剛剛不是說array 我們是個四維的陣列嗎 對不對 第一維長 第二維寬 第三維是彩色是3 黑白是1 那我們現在是彩圖嘛 對不對 所以3 那我們最後一維是圖像張數 對嗎 可以吧 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們現在產生一個叫 cat image 這是一個陣列 四維陣列 陣列的數目如下 那全部都填0 反正我現在填什麼都不重要 等一下我們要一張張填嘛 對不對 來 看著我做的事情喔 cat image 喔 我現在居然用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跟等於意思是一樣的 只是在r裡面 我們比較習慣用這個符號 好不好 這個符號跟等於是一模一樣的喔 沒有不一樣 為什麼不用等於勒 因為你在函數裡面 那個小畫號裡面 你是不是也常用等於 等於其實在參數 用的 所以有時候混淆 所以我們會用剛剛那個符號 兩個是一模一樣的 標準語法是用剛剛那個符號 我寫的程式都是用那個符號 可是我怕你們看不懂 所以我通通趕等於了 好 那個 那那個 欸 這個 array 產生這個array之後 我們先 i 這個回圈我就不拆解了喔 他就是i等於1 開始做到100喔 這樣可以吧 i等於1的時候 我就past 都給你看 喔這邊要趕 lesson 1 前面是資料夾名稱 這樣懂嗎 後面就cat.i.jpg 這個檔名是我剛剛自己設的喔 好不好 如果你以後做資料不是這個檔名 你就要改成 改成不同的檔名 然後要改的只有這個i 因為它從1到100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把它read進來之後 現在把它resize resize完之後 填到cat array的第1個 第4圍 第1個 第4圍的這個 東西把它填進去 這樣懂嗎 我這樣run 他就一張張把它讀 讀進來了 他跑了一陣子之後就讀完了 我們現在就可以 這樣我們就可以非常方便的 去看 第25張貓的圖是什麼 好就長這樣 第75張貓的圖呢 就長這樣 這樣可以嗎 啊第85張 第100張 是不是都是可愛的包迷啊 對不對 還是你們覺得這幾張貓 一點都不可愛 好沒有關係 那 貓會做了以後 同樣的道理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狗 可以嗎 我們來看一下狗怎麼做 狗就這麼做 狗跟貓的做法 完全一樣 差別在我 產生了一個新的array 這樣懂意思嗎 這是我一個新的array喔 然後 我把 這邊本來是cat 我本來dog點 為什麼 因為我狗的檔名是用dog開頭的 這樣可以嗎 一樣也是第1張和第100張 然後 這裡把它改掉 差別很少喔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 很簡單吧 可以喔 可以接受 好所以狗一樣 把他 欸 喔因為我這個 好 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第一隻可愛的狗狗是哪一個啊 好不好 來看dog OK 這隻長的臉 他看起來真的不太可愛 第10隻狗 這個臉 是不是都一臉衰樣啊 我們不能找一隻 紅貴賓嗎 你這隻狗看起來稍微好一點 好不然這樣知道了嗎 我們是不是就把檔案讀進來了 我實在找不到可愛的狗了 好不好不好意思 那個 這個欸就是 我們這樣子就把這個狗 狗的圖也都讀進來了 100張都讀進來了 貓的也是100張都讀進來了喔 好不好 好繼續喔 我們現在想要把 狗跟貓的陣列放在一起 要怎麼放咧 首先先產生一個24x24x3x200 因為我們的狗跟貓的各100張嘛 所以我們產生一個陣列 我們就要放200 並且我們希望 這個image array的第一到第一百張 請他填入 catted image 總共100張嘛 對不對 第101到200 填入dog的 這樣可以嗎 這樣就是 我們這樣就可以把 貓跟狗的一起填到image array 這個陣列了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image array這個陣列 裡面的第一張 我要用image show 這就是第一隻貓 101咧 這就是第一隻狗 剛剛我們看過了嘛 不太可愛的那隻 對不對 第25呢 趴下那隻狗 這樣知道了吧 第100呢 那隻我覺得比較可愛的貓 這樣可以了吧 就小貓嘛 小貓就比較可愛 好這樣知道了嗎 所以等一下你們的任務 等一下你們的任務 就是把貓狗一起讀成同一個陣列 並且我還沒有講完喔 好不好來 你還要把這個陣列存出去 哎呀不要露出這種表情嘛 這已經第30頁了 早上的課就只有31頁了 好不好 把這個檔案 來我們在R裡面 我們要把檔案存下來的話 我們要把 我們要把 我們要把R的物件存下來的話 我們需要用save這個函數 save image array 我要把image array存出去 揍點 file等於image array 點R data 注意現在回到你file這裡 到你這個project的最上層 你會發現 喔我 這個我上次上課已經污染過它 我把它deeat掉 現在什麼東西都沒有 對不對 我們按下這行之後 你會看到這裡是不是產生image array 點R data這個東西了 對不對 注意一下喔 這個檔案其實蠻大的 有200多MB 各位的桌墊要存的時候 會存得比較久 可能要5秒10秒吧 啊我 我的機器值200萬啦 所以我的速度 你們不能夠複製好不好 啊 這個 有了這個檔案之後呢 有什麼好處 來我們來現在看喔 我們現在把它清空 我把它清空喔 清空了之後 我是不是什麼都沒了 我剛剛讀檔讀得好辛苦啊 東西在哪裡咧 我們可以再把它road回來 這個road跟讀檔意思一樣啊 好不好 你看到image array是不是回來了 啊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road回來的時候 我需要指定它物件名稱 不需要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是R的物件 R的物件在存出去的時候 名稱也順便記錄了 所以這個image array 我們就已經記錄了 現在我一樣再來看那隻 可愛的貓咪 第100張貓 然後再來看那隻不怎麼可愛的狗 好不好 來101就是那隻不怎麼可愛的狗 對不對 欸 怎麼會不出來 重整個幾次就會出來啦 看到了嗎 那隻不怎麼可愛的狗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欸 這個你應該就是 這樣子是不是我們就會把檔案 存進來 並且把它 欸 檔案讀進來 並且把它存成R的文件存出去 之後我們要做人工智慧訓練的時候 我們前處理就不用再做了 我們把那個檔案讀回來就好了 這樣懂嗎 OK齁 好 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 欸 早上的課程 不是今天不好意思 早上的課程就到這裡結束 然後啊 這個 呃 因為大MX內都已經安裝好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等一下 就是快速的把這個就是 我們等一下就快速的把這個就是 所有東西存出去為止好不好 所有人都要存出去一個image array 好不好 因為我們下午就要用它 你如果不存出去 就也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讓你走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開始做好不好 那原則上 我們就應該我 呃 我們就那個 做完的就可以去吃飯了 好不好 那因為我估計 最後一個做完的 應該也不會超過十一點半啦 好不好 我們下午的上課 我們從十二點半開始 可以嗎 我們吃飯時間 我們到十二點半就要上課 欸學餐什麼時候才放飯 那我們十二點半上課 應該不會太過分吧 不會喔 欸 只有謝志博說不會喔 是不是有人覺得很過分 有人會不會用行動抵制我 用腳投票 對不對 好啦 欸不好意思啦 因為我們這個 我們下午還有三節課啦 好不好 下午三節課程式比較少 這個 數學比較多 所以會上個比較快一點 因為數學大家都有學過 大家已經學過十八年了嘛 程式都還沒學過 對不對 好 所以說我們十二點半開始上課 好不好 好 開始